这时候的天气是真的很冷啊 不是冷是嘎嘎的冷啊 是真的冷 外边下着雪 刮着大腰炮 想想是什么感觉 像我们东北这时候冬天呢 外边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啊 冻的好多的都是冻货啊 不管你冻啥 都给你冻的杠杠的硬 我今天领大家来看看啊 这还有棉花糖呢 看这棉花糖好不好看 这还有我们这边的冰糖葫芦啊 我的最爱 人呢 哎人哪去了 有山楂的 还有橘子 这个是葡萄 多少钱一串呢 山楂的 两串 两块钱 给我拿两串呗 小小这个扁扁的就行 给我来两串就行 看这多好看啊 还有葡萄 还有地瓜的呢 还有橘子 这还有卖猪肉的 这边也是卖肉的 像这边呢 就是鸡 鱼 虾 啥都有了 还有黏豆包 可全会儿了 这边也是啊 但是这时候摆摊了 实在是太冷太冷了 我在外边待一会儿都冻的受不了了 还有大洞梨呢 这洞梨咋卖的呀 啊 洞梨 哪个好吃 是不是这黑的好吃啊 它应该是有点酸味 对 这个是存钱的 面不面呢 不面的变成 这个大洞梨也是我的最爱了 还有这种的 这个就是大洞柿子 你看 洞的杠杠的 这硬的洞的 这还有洞白菜呢 还有粘豆包粉条的 快点给我撑点 太冷了 手都洞不好使了 再洞豆腐也出来了 看这样的豆腐 打成一块一块的 直接冻好 就变成冻豆腐了 冻的草莓 冻的果 冻柿子 冻梨 好冷啊 不是真冷啊 像这个鱼 都已经冻得杠杠的了 给温馨提示一下啊 像老人呢 在我们东北这边 尽量一定要少出门 大道太滑了 全都是冰啊 出门一定得注意安全 买了点冻梨 冻柿子 买了一大堆好吃的 但是我想说 实在是太冷了 这位看到我们东北 外边天然大冰箱 是啥样了吧 卖啥的都有啊 只要你想吃啥 来就完了 但是有一样 特别特别的冷啊 我出去这一会儿呢 冻得我这个手指头 都不好使了 其实生活在我们 东北地区呢 我感觉挺好的 夏天呢 没有那么热 冬天呢 虽然是冷一点 但是外边冷 但是屋里呢 却是像夏天一样 特别的暖和 所以出去的时候 咱多穿点 多带点 不就完事了 是不是 喜欢我视频 给我留关注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啦 谢谢大家